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宇宙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无边无际的宇宙,颜色是黑色,蓝色,还是色彩缤纷的呢?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个问题乍看之下很简单,但其实非常的复杂。 欢迎收看Top10频道。 在今天的影片当中,我们就要来试着回答这个问题。 对今天的内容感到好奇吗? 让我们赶快来看看影片吧! 计算、悖论、太空拿铁 在古早的科幻作品当中,宇宙通常会被描绘成单调的黑色, 里面有零星的明亮星星闪烁着光芒,就像巨大版的夜空。 不过,随着天文学的发展,哈勃太空望远镜拍摄到了另一种不同的风格, 便公布于一般大众面前,改变了过往的刻板印象。 这也就是说,以恒星和行星为背景的 彩虹色闪烁星云这个认知,已经开始普遍起来了。 当今对太空感兴趣的大多数人,应该也都抱持着这样子的印象吧。 但是,这到底有多接近真相呢? 接下来要说的话,可能会让各位感到有点失望。 美国太空总署所公布的遥远星云图片,当然是非常的漂亮, 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一些不太符合事实的部分。 首先,美国太空总署为了要让图片更加生动,所以修饰了颜色。 其次,图片里面的星云有点被夸视了。 各位可能已经看过著名的《创世之柱》照片, 那张照片捕捉了阴星云的景象。 是的,这是一张被修饰过的图片。 如果各位用地球上的普通望远镜观察这个星云, 并不会看到这种画面。 另外,即使是从外层空间用肉眼观察,也不会是这样的。 换句话说,认为宇宙中只有彩色星云的这种想法, 其实是错误的。 不过,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宇宙到底是呈现着什么模样呢? 这个问题没有固定的答案, 因为这会根据观察的位置以及使用的观察方式有所不同。 各位有没有听过奥尔博斯悖论呢? 这是天文学家过去挑战的谜题之一。 早在十九世纪,一般大众就了解到宇宙不仅仅局限于太阳系, 也知道太阳系周围并没有什么戴森球。 但是,科学家们还是很想离经,为什么当我们仰望夜空的时候, 几乎是一片漆黑,只能看到星星点点? 如果我们假设宇宙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 它没有边界,而且包含了无数的恒星, 那么这些恒星的聚集起来的光芒应该会让天空像太阳一样明亮,对吧? 为什么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呢? 很有趣的是,第一位正确回答这个问题的人并不是一位科学家, 而是作家兼诗人的爱德加·艾伦波。 不止如此,这个回答不是出现在科学论文中, 而是在Eureka这部诗集里面。 科学家们还花上了几十年的时间, 才用科学的语言得出了同样的答案。 他们得到了一些线索, 也就是宇宙的可见部分应该是有限度的, 它有一个具体可以确定的年龄, 还有宇宙不是永恒的, 而且它的平均恒星密度非常的低。 换句话说,来自最遥远的恒星的光, 还没有到达我们的地球。 此外,从遥远恒星那里传来的光子, 在穿越太空的时候会变得疲劳。 这就是为什么恒星的距离越遥远, 看起来就越暗。 那么,这个悖论是否已经解决了呢? 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但是,在科学世界中, 已经解决的问题有时候会在新的次元重新出现。 这次的情况正是如此。 2002年, 滋滋不倦的科学家们决定计算恒星和星系发出的 所有可见光的平均值。 结果, 他们发现宇宙的颜色其实是浅棕色, 就像咖啡牛奶一样。 这种颜色也因此被命名为宇宙拿铁。 我们要顺便指出一点, 这种从宇宙的所有光计算出来的拿铁颜色, 就是这个时代, 这个时间点的颜色。 数兆年之后, 当恒星的形成停止下来, 只剩下长寿低质量的恒星时, 宇宙就会开始变成红色且更暗淡。 最终它会变成深红色, 最后被一片漆黑所吞噬。 这部分就有点离题了。 事实上, 新的奥尔博斯悲论是, 宇宙看起来并不是一开始所认为的咖啡牛奶颜色, 宇宙整体上是黑色的。 那么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全部都是相对的。 严格来说, 宇宙既不是黑色, 也没有很暗, 整个宇宙都充满了光。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就是所谓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它是来自于一个非常年轻的宇宙, 也就是大爆炸后的38万年。 在更古老的时间里, 宇宙之中充满了等离子体, 并且处于几乎均匀的状态。 不过, 随着时间的过去, 等离子体雾消失了, 这也使得光子几乎可以自由地在太空里穿梭。 这个最古老的光子, 就是我们观察到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真实身份。 随着距离越来越遥远, 它会变得越来越暗淡, 也越来越冷。 现在的温度只有比绝对零度高了2.725度。 如果它是可以用肉眼观察到的, 那么夜空和外层空间对我们来说就不会显得黑暗, 而是呈现红色或浅棕色吧。 但是很可惜的, 人类的肉眼还是没办法看到。 要观测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话, 需要用上特殊的电波望远镜。 如果可观测的宇宙是一个复杂的模样, 那么它的背后就有一个所谓的最终散射面。 在这个区域里面可以看到宇宙大爆炸38万年后的宇宙, 因为当时的离子物在最终消散掉了。 我们看到的最终散射面就像是一个区分可观测宇宙的球体。 如果我们的视力好到可以看到背景辐射的话, 那么应该可以看到最终散射表面呈现着浓密的红色或蜜色云雾。 但是人类的眼睛看不到背景辐射, 也看不到充满整个宇宙的其他类型辐射。 不好意思,一直重复着类似的话, 但我们的眼睛只能看到可见光。 所谓的可见光指的是波长在380至780纳米之间的电磁波。 很有趣的是, 这个范围内的波长在大气中几乎不会散射。 也因为这样, 我们在夜晚才能看到鲜星。 此外,我们还知道可见光谱的蓝色部分比其他部分更加容易散射, 这也就是白天天空会呈现蓝色的原因。 存在于宇宙的一般可见光源当中, 恒星是人类的眼睛唯一可以看见的。 我们观察到的星云看起来会像是那个模样, 是因为它们被恒星照亮着。 另外,行星和卫星也会反射恒星的光芒。 黑洞的吸机盘因为被强烈地加热, 所以自身会发光, 但也因为它非常的暗淡, 只能使用高性能的望远镜, 才有办法识别出来。 当然,宇宙之中存在着大量的恒星和星系。 根据科学家们的计算, 准确来说, 可观测宇宙中大约有1000万个星系团, 3500亿个星系, 3000该科的恒星。 该这个单位有20个零, 是1兆的1亿倍。 这是一个很难想象的数字吧? 但是,让我们想一想, 这样的数量在宇宙尺度上是否真的很多呢? 恒星之间有一个跨越许多光年的空间, 但里面什么都没有。 确实, 在球状星团和星系核之中, 某些地方的恒星距离相当地接近, 但是这只是一种例外。 此外, 即使是天文尺度上的近距离, 也没有办法与恒星的大小做比较。 星系的情况也是完全相同。 虽然说星系的确是很大, 但它们之间相隔的距离远远大于星系本身的大小。 举个例子来说, 仙女座星系和银河系之间的距离大约是200万光年, 但这两个星系的直径分别为15万和10万光年。 考虑到我们处于相当密集的星系团之中, 这可以算是非常接近的距离了。 令人更无法想象的是, 星系团之间说不定有数亿光年的虚无空间。 以上,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告一段落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希望大家都喜欢今天的影片内容。 如果要用更合适的说法, 对人类的眼睛来说, 宇宙的平均颜色应该还是黑色, 只有一些银蓝色的恒星和星系零星地散布在四处。 如果随机性地把各位传送到可观测宇宙中的某个位置, 你的所在之处很可能会再远离任何一个星系的虚无空间。 用肉眼也只能够看到最明亮的星系, 而且它们看起来非常的微小, 几乎就像星星一样。 如果想看到一些别的东西, 需要用上特殊设备才行。 或者你也可以订阅本频道, 定期收看关于宇宙的最新消息。 我们保证会让各位看到宇宙中最美丽绝伦的神秘区域, 让我们一起继续探索吧。 又到了暂时说再见的时候了, 让我们一起期待下次的影片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